Hello 大家好 最近 Vancouver 的雪櫃正式開始了 很多朋友都問我同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是初學的 未懂得 Parallel Turn 究竟去哪個場地畫最便宜最便宜 如果你有同一個問題 今天節目就適合你了 今天我們只會比較 Local 大溫地區三個雪山 即是斯摩、Grouse 和Cypress 遠一點的Sarsquad、Manning、Whistler 我們就不會比較的了 首先說清楚 今天價錢的比較 都是基於一個18歲以上的成年人 沒有什麼滑雪經驗 可以是星期日去滑雪 這樣你就應該可以獲得最大的優惠 上山第一個洗費 當然是泊車錢 如果你駕車上來的話 斯摩泊車是完全免費的 Grouse 整個停車場 只有10元一天 而Cypress 如果你要上近一點 就要12元一天 但其實免費位置 都不是很遠的 不過要早點去吧 如果你是初學者 通常都沒有價差 要租Ski 租一套Ski 斯摩是最便宜的 50元一天 而Grouse Cypress 整套是72元 Cypress 是59元 我在三個山都租過 我所知道 斯摩和Cypress 其實都是用Head Ski 其實是同一款 但價錢欠了9元 那當然是斯摩最划 初學者當然要上課 究竟Lesson 哪個山是最便宜的 當然又是斯摩 他們的Private Lesson 一課是239元 Grouse 和Cypress 都比起10%貴 其實我接觸過很多初學者 他們初初滑雪的時候 考慮的因素 都會包括天氣 例如很大雪 很大風 或者太曬 他們都不想去滑 那斯摩就適合了 因為它那個Magic Cover 有頂 好像室內一樣 免了日曬雨淋 如果你去Grouse 或者去Cypress 乘坐Chair Lift 乘坐Magic Carpet 或Rope Toad 它都是露天的 可能有些小姐們 就未必喜歡的 最後我們想比較 Ski Ticket 的價錢 這個分別真的太大了 斯摩最便宜的Ski Ticket 只需要39元 而另外兩個雪山 都會貴了一倍有多 為什麼會差這麼遠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 斯摩有一個Magic Carpet 的區域 有一張飛機 只是讓你在這個區域裡玩 這樣就最適合一些新的初學者 你可能又未夠膽去坐Chair Lift 上去那些Green Run 可能都會覺得車 其實在這裡玩已經很足夠了 已經有兩條RUN 還有一個Park 那39元就任你玩了 其他的雪山 其實Grouse 和Cypress 只有一張飛機 賣給你 其實你上去 只玩一條Beginner Run 他也是收你的價錢 所以 週日也要七八十元 比斯摩貴很多很多 如果你是初學者 在Vancouver 話說有什麼寶貴的經驗 可以和我們分享 記得在下面留言 今天節目差不多了 我們繼續去話說